八路段 月平 大平偶来 路段概要 现在开始月平至大平的几周偶来八路段 八路段总长度为19.6公里 大约需要5小时至6小时 难易度为中 以轻快的脚步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就会走到终点 首先介绍一下八路段的主要地点 从一围怀抱着月亮的月平村庄 珊瑚树路口休息处开始 途经 药泉寺 大浦浦口 中文旅游区足球场 柱状节礼 旅游咨询处 新川越 中文色达海水浴场 中文旅游区咨询处 泥来生态公园 稻田水 夏泥浦口 大平海女更衣室 在大平浦口结束 八路段可以比较轻松地徒步 走过新川越和中文色达海水浴场沙滩后 可以走得比初期的道路轻松很多 后半部的路段将行走百游路 尤其从稻田水到大平浦口 是婴儿车也可以通行的平坦道路 八路段称之为爬档 偶来路段 爬档是冀州雨 以为大海 途经遇到大海的熔岩 凌固而形成绝景的柱状节礼 和随风摇曳的紫芒 形成壮观景色的海岸路 终点大平礼 是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悠闲的地方 因为是大海沿向远方的宽广平原 称之为南德鲁 怀抱着村庄 军山的风景 也很美丽 来 现在迈开八路段徒步的第一步吧 从珊瑚树路口开始的八路段 将行走大海和甘菊园之间的道路 很快就会到达有着东方最大寺庙之名声的 耀泉寺 从耀泉寺走过幽静的村庄和田间小路 就会到达大浦浦口 大浦浦口称之为 用汉字标记为 大浦 大浦对于以前进入近海和东中国海的渔船 在渔业前进基地的作用中 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可以推断 大浦的村庄名称 最初由此而得名 大浦浦口的周边 密集着大的生鱼片店 还有旅游游艇等休闲项目 有兴趣的朋友请提前确认一下 将步伐转向中文足球场 沿着中文观光路再走一会儿 就可以遇到八路段的名胜 星川越 沿着星川越顶峰 伸向北侧的道路行走 就可以遇到天地渊瀑布散步路 迎进八路段中间部分 像弓箭一样弯曲沙滩的美丽的中文色达海水浴场显露出来 在这里可以看到称之为金无塞的特殊沙子 无塞 是冀州方言 译为沙子 金 有着因细腻而粘稠的意思 和沙滩的长度很长 两个意思 在冀州诸多海边中 中文色达海水浴场 比较抢眼的理由是沙滩的颜色 一个海边足有黑色 白色 红色 灰色等四个颜色 不知是否因为如此 与黑色玄武岩融为一体的海边风景 其独特令人叹为观止 到达偶来八路段后半部 从这里开始是舒缓的弯曲道路 可以调整一下急促的呼吸 悠闲地观赏沿途的风景 若时间允许 可以在有客长时间停留的村庄 南德尔 更深切地回味一下鱼韵 也很好 南德尔是大平村庄的老名称 冀州岛方言 以为远离村庄的宽广平原 这里家家户户都使用像工艺品一样的门牌 和镶嵌画墙壁 独特装饰的房屋 不亚于通常的艺术展览 千万不要错过有趣的看点哟 在大平里倾听一下海女们的故事也很好 为了传承冰临消失的海女文化 每年7到9月间的周末 大平浦口会进行海女表演 或许您了解冀州海女吗? 冀州海女广为人知的故事 无非是下海 减海物时屏住呼吸 而发出的喘息声 和冀州海女文化 登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程度 此外 对海女的生活不太了解 所以建议徒步偶来八路段的朋友们观看 如果刚好不是有表演的时节 将步伐转向大海方向 可以真实地看到下海减海物的海女们的身影 也可以真实地听到喘息声 啊 盖纪念章的地方也确认了吗? 盖纪念章的地方 在起点月平珊瑚树路口休息处 和中间点柱状节理旅游咨询处 中点大平浦口 请不要忘记 盖上可以长久留念的纪念章